化身是突然之间你看到他的 他帮助你 事情办完了就没有了 你再找一找不到 你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在化身 像虚人老何生 超乎太神 从南方 他怎么走的 三步一拜 你想想看他一天能走几里路 三步一拜 拜三年才到五太山 三年这么长的时间 难免不生病 尤其是走到偏偏的地方 附近没有人家 这时候生病怎么办 他是求佛菩萨保佑 佛菩萨也真照顾他 这种实现 是教化众生的 叫什么呢 教化众生对佛菩萨的恭敬 恭敬一心能求得佛法 没有恭敬一心 佛菩萨来传法给你 你也得不到 你没有恭敬一心 这事出实现法 都是从恭敬里的求得 那 较劲 用这个方法叫人尊师中道 我们要晓得他的苦心 那生病了 遇到一个乞丐 照顾他 照顾了十几天 把他的病养好 这个乞丐也很了不起 外面淘一点东西来 来给他吃 到山上找一点药草 来给他治病 病养好了 他问这乞丐 你叫什么名字 你家住了 他说他的名字叫文吉 文章的文 吉利的吉 这些文吉 住在舞台上 他说你在舞台上 大家都知道 他走了 别出去要饭去了 不见了 老和尚继续 散步一拜 大概又拜了一年多 路上又病了一次 又碰到他来了 两次 两次路上的重病 都是他帮助的 所以他很感恩 到舞台上就打听 大家知不知道 有个乞丐 文吉 人家告诉他 那是文殊菩萨 化身 你需要的时候 他就来了 那事情办完了 他就走了 就不见了 感应不可思议 这个化身 你看 照顾他十几天 把他的病照顾好 能上路 走了 十云老和尚年谱 记着这个字 化身 那是文殊菩萨 是并不可思议 有一点 有趣的 那是文殊菩萨 真的 了一句话